晚上十點多空蕩蕩的馬路中 看到一件黃色雨衣 自己飄了起來 沒有人穿也會走 而且走到一半 他還慢慢靠近行穿線 還知道行人地獄要照規矩過馬路 但也越看越詭異 沒風會吹 你都好像有人在二桌邊 扣子要嘛就是人在 就是超風 回過馬路的漂浮雨衣 到底怎麼回事 如果風吹也不會是這種飄法 針劍雨衣還保持一個人行 事發在彰化西州中山路 二段六號晚上十點多 路過轎車的駕駛和乘客募集拍下 不過仔細看現場路邊正在施工 我吹起來了 你們做工程 有時候可能會有這樣擺擺這種東西 沒可能 會怕到 會怕到 要擺擺擺 工程人員看了也納悶 否認不是他們放的 懷疑可能是被線勾到 才會動起來 不過移動的軌跡太奇怪 也不排除有人偷偷在操控 如果是自然現象 雨衣應該會有折下去 因為雨衣的受封面很大 周圍或者是他的肩膀 肩線這一些 他應該會有那個彎曲 半夜雨衣在馬路上爬爬走 不只造成行車危險 還讓其他駕駛心理毛毛的 警方補充 如果確認是惡作駒 將可依涉違法開罰 TVH的陳志忠 彰化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